眼前这个头破血流的男人是小吴 小吴因为停车的事情 与别人发生争执 导致自己面部被打的都是血 衣服被人撕破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把小吴打成这个样子呢 小吴表示 他当时开车小货车 停在了收费车位旁边 他想着停的时间很短 就随便停在了一旁 再加上车子很难发动 所以就告诉停车 收费员自己两分钟就离开 却没想到 对方却突然冲向了自己 小吴衣服被撕破 还被打得头破血流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找到了停车收费员小周 小周并不认同小吴的说法 他告诉我们 自己也是工作职责所在 小吴把车停在这里 挡住了停车位 别人想要停车根本不可能 小周见奔驰车进不来 就想让小吴挪一下车 去敲了敲小吴的车窗 可是小吴在里面却假装听不到 小周就用力敲 声音也大了很多 这时小吴打开了车窗骂了小周 并且还向他吐口水 并且还向他吐口水 他先吐口水 我就吐口水 然后我就不舒服 我就说你下来 下来将来 然后将来 他先动手 你打头打 我在现在那里 他打我 我就换手 他这个不是吧 对家 你咋来换 我发誓用手打 小周表示 是小吴先向他吐了口水 也是小吴先动的手 可能是小吴不抗揍 伤势比较明显 而自己也挨了几圈 但是没有受伤的痕迹 对于用对讲机打人的事情 小周也表示 绝对没有 双方各自都要各自的说法 他先动手打我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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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担范围 对不对 我承担范围打你 对于动手打人这件事 小吴表示 并不想解释这件事 最终经过调解 小周表示 自己愿意带着小吴去检查伤势 并且也愿意承担医疗费用 而对于小周和小吴的事情 大鹏想说 做事千万不要冲动 如果双方都能好好说话 也不会造成现在的后果 对于这件事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来来留言